大家在元宵過冬的時候都喜歡吃湯圓 芝麻湯圓是我家裡的治外 自家製造芝麻餡料香鮮 湯圓皮Q彈軟糯配與香濃的薑湯 一家大小一起吃 團團圓圓好溫暖 首先請大家訂閱這個頻道 分享點讚和按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下期美食視頻 材料有糯米粉、熱滾水、收溫水、薑、冰片糖 耳坑的黑芝麻、糖粉、無鹽牛油 詳情請看視頻下方的info box 4份3杯已經烤過的黑芝麻 分3次加入小型的咖啡豆圓磨機來磨碎 或者你可以用大型的食物磨碎機 但因為份量不太多 所以我就用小型的圓磨機了 炎磨到碎了為止 每次大概幾十秒至一分鐘 就會炎磨得碎了 用小匙羹或者小膠刮 做了已經磨好的芝麻粉 倒在碟裡 所有的黑芝麻都炎磨好了 好,回來再說 半杯的牛油 有一個steak的冒鹽牛油 切成小的cube 一個個小的丁方 然後我們先用微波爐 先用芝麻粉 我們已經放在碟裡 我們發覺有些是未磨得碎的 但是是可以的 買些沒有甜味的 原裝的純芝麻粉回來做都可以的 加入四分之三杯的糖粉 Cowder sugar混合均勻 可以改用四分之三杯的白砂糖 半杯的牛油也都溶解了 我就把它倒進去 就把它混合均勻 你可以考慮用這個豬油 但是我覺得牛油會健康些 對於我來說 加蓋保鮮紙 放在冰府Visa 冰它40分鐘 在冰府冷了30-40分鐘 就已經冷了 我們把它取出來 那12克的芝麻餡 把它搓成一個小球 就是這樣 在一個碟底鋪上保鮮紙 放上餡料小球 這樣做 雪硬了 是較容易拿出來的 在碟面加蓋保鮮紙 放入冰府 雪硬這個餡料小球 需時是兩小時以上的 可以做一天 就做好所有的餡料小球 剩下不需要用的小球 我們也可以放在冰府 將來有需要的時候才用 我們這裡有200克的糯米粉 然後我們就加入大熱滾水 60克 然後我們就把它拌一拌 將這個的室溫水也都加進去 我們的室溫水是有大概95克的 你不要一次過加進去 你慢慢加進去 是等它看一看水分是如何 因為每一個的糯米粉 它吸水能力都是不同的 用手把它搓一下 但我覺得它很乾 這個水分是不夠的 再次加入30克大熱滾水 前後呢就公共加入了90克的滾水 攪拌均勻 加入25克的室溫水 前後呢就公共加入了120克的室溫水 攪拌均勻 現在像樣了 每隻糯米粉吸水的程度不同 所以加入水的份量呢也都不同 用手下去搓一搓它 可以很容易就黏成一團 這個粉團是一團 我們就放在盆上 加上保鮮紙 在室內醒發它30分鐘 兩大塊的薑呢 我們就洗淨 連皮切成薄片 這個小鍋裡就有這六杯水 我們就把我們所有切好的薑片 就加進去 我們加上大火燒開 燒開後呢呢 我們就轉小火煮它30分鐘 用小火呢就煮了它30分鐘了 那我們呢 現在就加入一片半 就是片糖 30秒後就攪拌一下 那大概需要三兩分鐘呢 片糖就能夠完全溶解在這個薑湯的裡面 然後呢 用大火燒開 薑湯呢 又燒開了 那我們就可以關火了 在這個爐上就靜置了 醒發了30分鐘之後呢 它很柔軟的 那有點彈力 那這個就會好好做 每個湯圓皮的重量 是22至28克 越重呢 皮就越頭 取出所需要的粉糰 搓圓成為滾皮小球 這個粉糰就造成一個粉糰小球 每一個呢 大概是27克的 好 我們先蓋一蓋著它 先保濕吧 我們將雪硬了的芝麻餡呢 又拿出來了 將濕的紙巾呢 用來抹乾淨的手指 不要讓它有這個芝麻餡 黏在那個湯圓的外邊 放紙巾在這裡 拿一個粉糰小球 然後呢 搓成一個小鍋 一個的芝麻餡呢 那手要抹一抹它 拿一個芝麻餡 這個手這個叫虎口 這個虎口 用右手的虎口呢 就按推這個粉皮向上 然後呢 就收窄 左手的拇指呢 就要按著這個餡料 左手手指公 用濕廚房紙抹乾淨 然後我們就收口 輕輕按壓這個收口幾下 兩個手鍋呢 就將它 將這個湯圓菜餘 成為一個湯圓 好的湯圓呢 我們就放在一個鋪有這個 保鮮紙的碟上 上膏再加一個的保鮮紙 來補濕的 好 那我們做完所有的湯圓 再回來講 湯圓就包好了 半鍋的水 加蓋用大火燒開 那水呢 就燒開了 就將我們的湯圓呢 就放下去了 一個個放下去 不可以一次過放太多 因為你要放一些位置 它會漲大的 用筷子輕輕攪動一下 以防湯圓黏底 然後就轉去中火偏大小小的火 將它打散它 讓它不要黏著大家 我們在一個中火偏大小小的火 它是煮到它浮面 基本上就是可以的了 湯圓浮面後 攪動一下 加蓋轉小火 再煮兩分鐘 湯圓放在碗裡 加入這個薑湯就可以吃了 芝麻餡是流沙的 好香很好吃 芝麻湯圓軟糯蛋牙 薑湯 薑味粥 甜味剛剛好 合了胃口 好正 小廚Sanny 推介國備美食烹調 記得訂閱啦